台水公司四区管理处表示 为改善台中西屯南屯沙路大度龙井等区域供水能力 降低台风好雨时原水浊度升高 出水量减少 导致民生工业用水不足的影响 整合办理包括中部科学园区科亚路干线供水设施改善 等五合一工程师座 定5月5号上午10点起 第一供水区内包括神钢 潭子 大雅 西南屯龙井沙路等11个行政区 停水41小时 近15万户用户受影响 台水公司四区管理处长小淑珍说 五项工程如果分开进行 要停水5次 冲击更大 要停水41个小时 那这次占了14% 呼吁民众配合 尽早储水备用 水公司也设有112个临时取水站 另外 水公司指出 台中这次停水范围都集中在第一供水区 包括中科精密园区工业区 中火 中龙钢铁等工业用户 由于园区内都有大序水池和配水池 工业用水三天内安全无余 影响不大 中广记者柯世荆在台中市报道 傍苍